嗨,大家好,我是Joe,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打FG结 这个前导结它是强度应该算是所有线结里面最高的一个 那还有一些优势,比如它的线的结点非常小 在我们使用mini导环的这种情况下 在抛头的时候不会有制射感 还有就是它对前导线的一个保护是所有结里面最好的 现在我们来准备打这个结 首先呢,手上的这一根是我们的主线 那你把它线头对折,大概两寸左右 然后反手打一个结 像这样 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圆环扣在我们 把它扣在我们的这个手柄上,像这样 然后收紧你的线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主线已经是一个完全奔直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着你的前导 把它压在主线上,像这样 然后我们要用前导线来绕我们的主线 前后各12下 那如果你的这个前导线比较细的话 我建议大家你就可以绕个大概13下 就是大概绕完以后呢,是24圈到26圈的这种 现在呢,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个前导线拿出来 那首先左手先这样转一圈 等一下我们能够更好的收紧这个结 那把它压在主线上 然后左手食指和拇指压住两条线 对碰的这个地点 然后现在呢,用我们的线头 这个是前导线的线头来开始绕我们的主线 那前后各大概12到13下 如果你的前导线半数低的话 建议就多绕一圈 那现在先从前面开始 从下往上 从前导线的下面往上 像这样 好,这个是1 然后呢 前面已经绕完一圈 现在我们要绕这个前导线的后面的部分 那也是从下往上 2 那我们要重复这个操作 大概是一共要绕24到26圈 3 4 5 6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 拉紧这个前导线 能够保证这样子呢 我们的主线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摇紧它 7 8 9 10 11 18 14 15 16 17 18 19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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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那现在我已经绕了24圈了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主线是完全已经绕在 呃 这个 现在呢 我已经绕好24圈 那我们的主线已经完全包裹住前导线 那你要你要你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呃 主线 它绕的位置是在我们呃前导线的左边 不是在不是在线头的这一边 如果你的如果你的主线是跑到了右侧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的线节是跑错方向 等一下我们剪线的时候呢 你是呃就把等于把主导线给剪断了 这个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现在呢我们可以准备收尾 那这个时候 你把 刚才扣住手柄上的这个环拆下来 然后 把这条线解开 那现在是是什么情况 这里呢 变成三根线 那 左边的这一 右边的这一支呢 是我们的这个主线的线头 你用它来 绕住 这两根 一根是我们的主线 还有一根就是刚才的前导线的线头 然后就板 一个反手节 那这个过程呢 要重复 大概 呃 六到七下吧 嗯 如果 如果 如果你的线 比较的细 如果你的前导线比较细的话 就可以多绕一圈 那先绕两圈 像这样 绑两个反手节 绑完两个反手节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 呃 拉紧我们的前导和主线 那先 抹丝一下 然后 你就可以 拉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结 出现了问题 它一定会打滑的 如果这里不打滑的话 说明你的结是 呃 绑对的 收紧线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把 前导线的 前导线的这一端 线头剪掉 这个时候 我们只剩下了两根 我们只剩下两根线 那一根是就是 这个主线的线头 还有一根就是主线的主体 那我们再来 打四个反手节 像这样 这个目的呢 是为了 如果我们的这个前导 剪的不够干净的话 可以来更好的保护住这一端 打 四圈 反手节 现在已经两圈 三圈 最后一圈的时候呢 这个反手节 我会用我们的线头 绕 绕 主线 两次到三次 那像这样 这一圈 打完以后呢 收紧 线头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们的F季节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线头剪掉 那可以完全的就剪到 线的最最终端 那像这样 这个呢 就是FG节 这个节呢 大家只要熟练的掌握以后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现在的话 我一般两分钟以内就能够绑好这个节 大家只要多练习 就一定能够上手 在我刚玩路亚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非常抵触打这个节 因为有很多教学视频呢 他们是让你把这个线烙在手指上面 那这个板线的过程当中 手指呢是非常疼的 那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只要利用我们的杆子和轮子来完成这个操作 而且呢 对于我们的主线也是比较省的 你看 绑完这个节呢 主线大概就只剪了这么一点点 所以呢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如果有什么不明瞄的地方呢 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回复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